然后这个是查客户 下拉清单 那另外的话就是商品变化 商品变化这部分的话也是一样 我的习惯是用那个啦 就是如果这个是空的 那这个是空的 那里面也是空的 反之就是把需要的东西用V2盘数查过来 查到这边 那当然我之前在那个之前上课 的讲义里面用的不太一样 之前我用的是客户里面 这边用isBlank 那其实两个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应该会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呢 我比较偏好用等于空的 为什么因为用isBlank 我之前曾经发生过错误 为什么明明里面是空的 他居然判断说里面有资料 遇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等于空的 等于那个双引号 我刚刚用的这个方法 反而没有错误 不会有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习惯用那个等于空的就好了 而且等于空字串 它的好处是 输入也比较简单 你要打 不用打 等于空的 那这样就可以了 点一下这边等于空的 那就给空的 反之就是把它做查表动作 所以这边 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后来我就比较习 习惯用这个 当然不是说一定只能用这个 你可以用Explank 那这边把它改成第三 抓的话抓第三栏的资料 按打勾 OK 那这个地方有资料 如果没资料 那就是什么东西不会显示 小记也是这样 小记里面 你可以再判断一下 这个 也是做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方法 一样 就是如果 什么 可以根据什么 也许我们根据数量 如果这个数量里面 等于空的 那我里面也是空的 反之就是把刚刚剪下的东西贴上去就好了 所以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蛮快的 里面就空的 有点是 帮我做一个过滤 那序号部分怎么做呢 我讲过了 那你可以分几个阶段来做 序号部分的话 当然在我们那个云端的白板里面有放 这个这个序号 也是这一串 这么长一串 可是基本上 里面会用到几个函数呢 1234个函数 不过 我一般会用这么多函数 理论上 不会一次做完了 不是说if 然后全部打完 没有 你可以分阶段 可以先从里面再慢慢往外做了 其实我遇过 非常复杂的 那个复杂的程度 上次我们就有做过了 用那个indirect或index 那个 那么长一串 不可能就一次做完 那所以怎么 你可以分次数做 那怎么做 首先第1个插入函数 我们可以先从里面 参照部分用raw 有没有 先抓到那个 哪一列 不要加 就是没有加is raw 哪一列 有没有按确定 他现在的位置 是第7列 有没有 剪掉 6 OK打勾 1嘛对 但是呢 再把它剪下来 如果说我要变什么 0102的话 再插入函数 用哪一个呢 文字 里面的什么呢 test 有没有 还有印象 贴上value format是什么呢 00 我特别注意 理论要移开 他帮我抓 加那个双引号 不过 这个没有 我记得 你特别说 这个format test 前后一定要加什么 加双引号 OK 你不能打两个00 一定要是一个字串 不能打那个00 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 帮我把刚刚的这个数字 格式化成两码 前面有用过手机是三码 所以0003个 OK确定 好把他往下填满 不对 先不用 那可是现在里面没东西 怎么办 没关系 再来 减下 所以等于减下两次 插入一个什么呢 再来用逻辑 这个逻辑呢 就是if if什么呢 这个里面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呢 我就把我的什么 编号 放进来按确定 好这样就完成 那我 放在云端上是用isbrank 然后这边我是用空 我觉得空置算比较方便 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里面都没有 可是如果当你什么向下 一个就自动出来了 那数量这边的话呢 我是自动用1到10 那1到10 不用清单 我直接怎么样 我习惯是在那个 就是 资料验证里面 直接打1到10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因为反正固定 最多就10种 最多就10 你不能超过的话 那我就直接打在这里 也就是说呢 以后 你像那种数量方面的 这个资料 它是大概固定的话 那你干脆就把它写成固定的 就不用额外呢 再需要一个清单的 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我就怎样 这个是啊 这两个相乘 那这个是下面所有的加种 OK那比如说我今天 在第二个东西 客户就打来说 我 刚刚忘了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这个要向下填满 好 那这个下面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再去把最后结果 做完了 可是做完之后 已经自动化了嘛 那我还需要一个订购的功能 按下它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单号 理论上 消货名系 已经到16了 那应该呢 他帮我把 我上面 假设我今天是需要把这些上面的讯息 记录到 这边的话 那我需要 怎么办呢 以往呢 你可能要复制贴过去 或者转制 或者连结 这个地方我想用函数是办不到的 函数好像想不到什么函数 可以这样做啊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一个按钮 像刚刚看到的那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 也许要订购 他会自动帮我把我需要 丢到消货名系 的资料丢过来 再把 这个里面 资料清空 单号再加1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该怎么做 这部分可能比较难一些些 会需要用VBA帮我 完成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还没有 讲这个之前 可能你会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这里面有这么多公式 如果 这些公式你不希望让人家知道 因为这其实也是你想出来 你也许花了很多时间 终于把这些做完了 那你希望 把这些隐藏起来 怎么做 第一个 公式 前面是不是有讲过 第二个的话呢 单价 这单价理论上是不能改动的 所以呢 我有没有办法 如果当他要 改动这个单价的时候 我要能够什么 不能够改动 所以 两个可能需要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那个 消货 单价的自动化 先完成 里面包含就是说 也许你的资料 你当然不能乱随意变动的话 那如何去保护这些资料 可以试试看 好吗 对吗